- 大家好 我是Hoi Mi Da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你們分享的是有關於妝容的影片 很多人應該都知道我非常喜歡韓國的一組女生團體 叫做臉紅的絲春旗 那他們呢在今年四月份呢發行了他們的新的單曲 我覺得超好聽 完全就是我的菜 我想說就是可以來稍微的畫一下他們就是最近這一首新歌的妝容 那今年的櫻花妝容是屬於那種比較有點像顧敏妝容的感覺 所以呢我這一次呢會使用雅士蘭袋提供給我的這一系列的彩妝用品 然後來完成我臉上的妝 他們家這一次推出了一系列非常適合我的產品 我相信應該也非常的適合你們大家 就是粉嫩慾望美唇收護系列 粉嫩粉嫩的顏色我覺得女生看到絕對會超喜歡 而且還放在架上真的很難不被燒到 因為真的太漂亮了 那這一系列我會一一來跟你們分享它的一些使用方式 那當然很多人提到雅士蘭袋 就會想到他們家還有非常厲害的粉底液 這一瓶 這一瓶呢叫做粉保濕定制粉底精華 待會會來跟你們分享 然後還會實際上在我的臉上 跟你們分享它的妝感到底是如何 因為很多人都會跟我說很常看我拍影片的時候 發現我的嘴唇真的是還蠻乾的 我自己個人是本來也有在用一些守護的一些唇膏 還有守護的一些護唇膏等等 但是呢他們家這一些推出出來之後 真的其他的都被我打入冷宫 因為他真的太好用 我覺得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包裝設計真的太可愛了 我真的很難就是不去注意他 我大概晚上就是在保養的時候吧 看到那個美唇守護放在旁邊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然我來用一下好了 那第一個呢跟你們分享的是這一個 這一款呢是他們家的粉嫩慾望蜜糖嫩唇霜 它是在晚上就是卸妝清潔的時候來做使用 因為呢它可以幫助你的嘴唇去掉你的死皮 用指腹然後沾一點點之後 然後這樣子摸摸摸 很像是在幫嘴唇做SPA的感覺 我自己個人大概是平均2到3天會使用一次 然後我每次呢就是在幫嘴唇 就是做一個護膚的動作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舒服 因為它上面就是有那種顆粒狀 然後它就是會幫你磨掉你那個嘴唇上面的一些死皮 就是你會覺得哇我的嘴唇又升級的感覺 這個大概是我全部待會要介紹裡頭的第一名吧 有了它之後其他真的都是小case 然後再來第二支呢是這一支 它外觀就是透明設計 這一支的名稱呢叫做粉嫩慾望全校修護唇膜 它是呢在睡前保養的時候可以擦的 就是你睡前就是擦一下 然後你就睡覺早上起床之後你就會發現哇 我的嘴唇又up第二階了 怎麼又變好了 這一支呢我覺得它的名字有點浮誇 但是我還是要跟你們分享 它被號稱為呢是唇界的小棕瓶 大家如果有用過小棕瓶應該就知道 雅士蘭奈的小棕瓶真的非常的有名 可想而知它有多麼的厲害 然後呢再來第三支是這一支 這一支的名稱呢叫做粉嫩慾望風潤唇蜜 它是在你早上化妝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擦然後再開始上妝 它可以讓你的唇部更立體 就是可以讓你有種瘋唇的感覺 你們應該知道就是韓妞 他們很多人都會在他們的嘴唇打玻尿酸吧 真的很痛 我有問過醫生他們說超痛 所以我覺得呢就是礙於就是我們怕痛 然後我們就是又沒有那麼多錢可以一直在做醫美 那我們不如就是可以靠一些小撇步小撇步 然後就可以讓你自己的嘴唇看起來就非常的豐潤 然後使用它完之後呢然後再疊擦雅士蘭黛的絕對慾望系列的唇膏 我覺得整個嘴唇看起來會非常的漂亮 然後最後就是這一支 在外面很容易嘴唇就會乾乾的 但有它之後我真的覺得天啊人生好太多了 它就是這種護唇膏的概念 它的名稱呢叫做粉內慾望潤色護唇膏 它可以幫你的嘴唇做一個潤色修護的動作 重點是你就算單擦它我覺得也很好看 如果在第一支它還沒有上市之前我不知道有它的話 它是我的第一名 所以我真的覺得如果你想要擁有很漂亮的嘴唇的話 真的就是勤勞保養 大家就可以去靠櫃試試看這四款 我跟你講你們要靠櫃前你們真的先想清楚 因為真的很容易就會被燒到 它真的超好用 再來呢第二款跟你們分享的就是雅士蘭黛的這一瓶 粉保濕定制粉底精華 這一瓶呢跟我之前分享的那一瓶粉持久又不一樣 因為大家對於雅士蘭黛的底妝最大的印象應該就是 它真的很持久 你不去補妝基本上它也不會脫妝 那我會推薦這一瓶的原因呢 是因為這一瓶它的遮瑕度真的很不錯 然後它的保濕力也非常的夠 我覺得台灣啊天氣雖然不像韓國那麼的冷 但是呢室內室外的溫差算是蠻大的 你在裡面就是可能很冷啊開冷氣啊空調超級冷 可是一走出外面就很熱 所以呢我覺得保濕很重要 我之前呢上班的時候吧 有同事會在辦公室裡頭就是放一瓶保濕噴霧 它就是可能在辦公室裡面他們有事沒事就會噴一下 然後它這樣子它的膚況就會變得比較穩定 但是呢如果今天你是想要問我說 那底妝應該怎麼挑選的話 像這種室內室外溫差非常大的情況下的話 保濕能力一定要做好 它比較不容易就是會讓你的肌膚有那種乾裂脫妝的現象 它有點像是在推那種精華液的概念 那大家呢就是可以現在一邊就是看我上妝的樣子 那待會呢再跟大家來做一個總結 就算了 又還看我會不會有什麼生意呢 那你絕對我會不會有什麼性的 效果 壓著火力 就很容易噴嚇吧 你會不會有什麼性的 在做什麼 又可以 arrest嗎 你會不會有什麼性的 還有 tubes 否ullah子 你會不會有什麼性的 那我這一次呢使用到的是絕對慾望潤唇膏的213號這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它非常的適合春天櫻花季開的時候擦 而且我發現其實男生反而喜歡女生擦一些顏色比較粉嫩粉嫩比較淡色一點的 好 現在來跟你們做個總結 因為我就有問過米露說 欸 你覺得男生會不會很在愛女生的嘴唇 他說當然會啊 如果我今天喜歡這個女生 然後我到最後就是想要跟他有更進一步的進展的話 他如果嘴唇今天就是狀況很不OK 我好像也欺負他下去 好像也是蠻有道理的 嘴唇包含真的還蠻重要的 我只是想要跟你們說就是女生還是可以好好的愛自己 我之前看到有一句話我覺得講得非常的好 是蔡康勇講的 他說好好的對待你自己 因為你自己會是跟你走最久的人 我們很常就是會想要去取悅別人對別人好 然後就是可能交男朋友之後 我們就是會把很多重心放在男朋友身上 然後反而自己都沒有好好的照顧到 想要買這些東西的時候就會覺得天啊這太貴了 捨不得買 可是要買男朋友東西的時候就覺得好沒關係 我就花錢就買 這句話其實我認真領悟到 這句話應該是在我23歲24歲之後 真的出社會工作 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 我身邊太多女生沒有好好愛自己了 我真的希望你們可以就是好好的善待自己 好嗎 各位圓仔們 那最後呢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呢 從現在開始 善待有一個底妝衣櫥的活動 而且它是個北中男巡迴的活動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挑選一款最精緻 最適合你的底妝色號 那如果呢 凡是有體驗的人呢 都可以獲得精美的小禮物 所以呢如果你們有體驗的人呢 歡迎在留言板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好那就是這個樣子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那如果還願意訂閱我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安妞